我 那谁呢 靖之跟超人 他俩要是那个的话你说 好不好 你说是哪个的话呀 你呀 明知故问 你是说 如果他们俩 结成父亲 我说你怎么敢有这样的想法呀 那这 这种想法怎么了 犯法呀 犯杀投掷罪呀 小声点 这是来自己家里 那这就是咱们俩之间在说话 我可不怕靖之听见 我也不怕超然听见 我就当着靖之的面我都敢这么说 不许 那不管怎么说 超然是个结过婚的 还有个儿子 人家靖之还是个黄花姑娘 人家靖之呢 是靖之的 亲戚 靖之呢 又是咱楠楠的亲小姨 再说我感觉那个靖之吧 对咱超然 有点意思 如果你的觉得错了呢 万一那天一出溜 瞒你啊 弄得人家靖之不愿意 以后还愿意登咱们家的门啊 我跟你说啊 我的感觉呀 不会错 即便是错了 那靖之也不会不高兴 她不是那种那小心眼的姑娘 倒点水 来 拉我一下 不 怎么了 生气了 我道过歉了 不是因为那个 我怕你把我的胳膊弄疼了 我一只胳膊我扶不起一个罪汉 那我就不起来了 你要不起来 我为你感到羞耻 三夫天下雨 雷打雷 朱仙镇打架 锤对锤 今儿晚上咱哥几个杯对杯 酗酒作乐的是浪荡鬼 饮酒哭甜的是窝囊废 饮酒暂前程的 是咱们社会主义新一辈 鼓掌 给予雷鸣般的掌声 现在你就是一个浪荡鬼 田波娃的秋天哪 下一句是什么来着 诗人 你为什么偏偏要在黎明之前离开我们呢 郭小川 回来 文杰 回来 傅磊甜汉 你们一起回来啊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慕志明 我是新刷的雪白的起跑线 是飞红的黎明 人带喷博 祖国啊 我只能帮你这一点 如果你要再不起来的话 为你感到羞耻的不仅是我 还有你刚才呼喊的那些诗人 我可以大声地跟你说 不 我不能告诉你 我岳父 代表我岳母 他们请求我 让我关心一下你的个人问题 让我及时地向他们汇报你的感情问题 你能告诉我吗 为什么感情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 如果你相信你自己编写的童话 那你就是你童话里幽兰的花 明珍 对不起 静止 你能告诉我吗 你能告诉我吗 你为什么喜欢书庭的诗 因为她的诗是温暖的 尽管她写的是悲伤 这是遗忘吗 在陈寰 她售的诗 throne 靳致 为什么流泪 别哭 我绝不会辜负我岳父母 也是你爸妈的信任 有时候信任也是一种悲伤 温暖的悲伤 我绝不会辜责 你怎么去了那么半天 一回来还就叹气 我压根就没进屋去 一直站在外边来着 你停着干什么 接着说啊你 超然对静止说 说咱们清洁公 代表清洁母跟她谈一次话 让超然呢 多关心关心静止的个人问题 还说定期要跟她们做汇报 你想一想啊 那对静止关心来关心去 那把静止关心成了 你说关心成了 那多摆不到桌面上的事啊 怎么呀 被我说中了吗 有些事情啊 想想是挺好的事 但也只能是那么想一想 从今天起啊 你就把你那些好想法 却呕死在心里边 绝不许再冒出一点点小牙来 你可我还是不死心 你跟我死了这个心吧 咱们林家 从来没做过被人指责的事 亲家之间 更不能出这样的事 应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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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知啊 菜团的好吃不 嗯 好吃 馅儿可香了 为你啊 大娘舍得放香油 还放了虾皮子吧 嗯 春节平票给的那半斤虾皮子呀 还剩一两来的 我呀 把它炸好 拿着都搬线子里了 来 来 静芝 大爷 别把我剥了 我自己来啊 我呀早就听你妈说了 说你啊 大小就爱吃那个蒸土豆 转白糖 土豆咱不缺 可是啊 一想你要在这儿吃饭 大娘必须让你吃成这口 好 谢谢大娘 谢啥 我说静芝 你姐夫这个人 一般是不枉醉了喝酒的 今天还不知道怎么了 不管她在你面前有多羡愁 你都别笑话她 大爷 我不会笑话她的 那就好 那就好 大口吃 大娘 大爷 会吃 会吃啊 快来来来 来来来 坐坐坐 这儿坐 来 没事 爸爸正好 吃了 在我们医院食堂吃的 那也再吃点 新虾的土豆 面 好吃 好 行 我尝尝 嗯 带菜床去 来 快声明一下 大家有喝桂架呀 怎么 是你姐夫家 不是我姐夫家 你来得 我就来不得了 来来来 都来得啊 谁要是长久不来 我跟你大娘就想谁 你闹着玩了你还当真 桂枝啊 你说因为难呢 算着哈 明知你们家搬家 我跟你大爷 也没帮上什么忙啊 是不是你妈 派你搬兵来了 嗯 不是的 大娘 我们家昨天就安顿好了 是我妈那班的一些 学生帮的忙 今天不是星期六吗 我爸我妈说 让我无论如何 找到静芝 我们俩一块回去过星期天 我到他们学校去找他 他们同学说 他早就回家了 我一想 他肯定是到这儿来了 那你听说 我的英雄试迹了吧 听说了 没进黑大的校门 我就听说了 估计肯定是明天的 新闻报纸上的头条新闻 那你到现在 也不说句关心的话 作为我们学医的 那冯尚五六针 可是小伤口 听听听听 大娘 大爷 真是没同情心 还是我姐呢 大娘给你出妻 来 打算 静芝 你到此为止啊 别在这儿装小孩了 大爷 您就像 我和静芝的保镖似的 您那么多年 多名摸过的双戒棍 都戴上了 怎么了 光靠拳脚心理没底了 静芝今天人 这个事给我提了个醒 送你们姐妹俩回家 一点闪失都不能出 大爷 你年轻的时候 真的跟日本流氓打过架 那是 当年我玩这个双截棍 那一点都不含糊 一个人对付三五个 那玩似的 现在不行了 胳膊腿有硬了 不服老不行啊 特别是这几个月 浑身觉得没劲 拿不成个儿似的 那你去医院看过了吗 大爷 这两天 我联系个后门 带你到医院 检查检查身体吧 不用麻烦别人了 自己的身子骨 心里清楚 没什么大问题 准是盖那个小片沙子的时候 累了点 大爷 这事啊 你得听我二姐的 不然我们不放心 行行行 为了让你们姐妹俩放心 慧芝啊 你怎么安排 大爷就这么执行 好了 到家了 我就不进去了 大爷 还是进去坐会儿吧 我们新家你还没去过呢 是啊 大爷 太晚了 跟你爸说 准备好酒 改天啊 我去参观你们新家 静芝 咱们就别为难大爷了 行了 我走了 我走了 好 走了 你 这个杨玉凡 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 咱们家的拖鞋可都是我 买的 那当然了 你都参加工作了 为咱们家做点贡献 那是应该的 些什么呢 不许看 这是我的日记 记录情感呗 我不告诉你 我问你啊 咱爸妈对杨玉凡的 这幅飞天 你做何评价呀 未知一评 那你总能看得出 他们是高兴 还是不高兴吧 毫无表情 那就不高兴 而且 你跟杨玉凡 处得怎么样了 到目前为止 符合预期 真希望你们两人家闹别扭 然后冷战 继而关系恶化 最后分道要标 你这种希望 肯定会成为泡影的 所以啊 我也为咱爸妈感到忧愁 你说咱们俩都那么大了 还让他们操心 我有时候真的觉得 请对不起他们呢 你少来这套啊 你还不如说 是为你自己忧愁呢 你的那点小心思啊 我还猜不透 你是想 我先放弃了 你的坚持 就少了内疚 对不对 不过话要说回来 不过话要说回来 我是你二姐 按理说 我是应该把杨风格 但是别的事可以 爱情这件事 绝对不行 门都没有 那只有咱们俩一起啊 跟爸妈一起去